HELLO 大家好,我是Firstday Satchi 你有想過日本和台灣的光影風格、文化、習慣、差很多的這件事情嗎? 今天場景看起來不太一樣 因為我早了可以拍全色的地方非常酷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平常的穿著 那其實我有很多衣服是只敢在台灣穿的 可能在日本我就不敢穿這樣子的衣服 那今天就針對這幾點跟大家分享 那我現在穿的這一件衣服呢 在日本就是NG服裝 我先看一下這個全身 那我今天呢是跟我的姐妹透出去 他是日本人 我今天就剛剛講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樣子的上衣啊我不敢在日本穿耶 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光是這個無袖啊 因為無袖在台灣很正常嘛 因為很熱 但是這個在日本算是 就是比較 就這樣子已經在日本算比較暴露一點的這樣 那我覺得台灣對這個衣服的自由度很高 所以可能就是有人穿這樣子走在街上 台灣人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但是在日本的話呢 就算是比較露了這樣子 雖然是長褲 可能他肚子這邊有一點開 對 那我覺得台灣近幾年好像也很流行這一種 就是哪裡有洞啊的這一種衣服 那這種衣服呢在日本基本上是 走在街頭上看不太到有人會穿這樣的衣服 所以褲子我覺得可以 但是這個上衣服可能在日本也不太敢穿 不過日本人也很喜歡 就是喜歡打扮嘛 那這種的衣服日本人也會喜歡 但是他們可能就是買來 就是都穿去什麼巴里島啊 就是那種去度假的地方可能才敢穿 所以大家也會發現 你在台灣看到的日本人 他們穿著也會比較開放一點 好那就 下一件 好那這個是我平常 健身的時候會穿去的衣服 這一件的話呢 上衣就剛剛差不多 細肩帶的問題 當然就是你愛穿什麼就穿什麼 穿衣服是每個人的自由 你在日本穿這樣也不會怎麼樣 只是說 就是不像台灣 好像都是很習以為常 如果在日本的話 可能會比較被側目這樣子 那假設呢 如果你是去參加那種聯誼同事聚會 或甚至是單獨跟朋友見面好了 那如果是穿這種的話呢 對日本來說都是比較 超Sexy 或被認為太性感 就是在台灣 大家可能都看習慣了 不會覺得怎麼樣 這一件的重點呢 就是這個褲子 這個 而且題外話 大家知道這個褲子 是叫真理褲嗎 我第一次聽說欸 我住台灣這麼久 我從來不知道這個叫真理 我都叫他運動褲 而且呢 還是我的日本朋友告訴我的 真理褲 不是神理褲喔 為什麼叫真理 留言告訴我一下 他的褲子呢 其實就是 一直以來 我覺得在台灣都很流行 而且 就是各種顏色 有灰色藍色啊什麼的 尤其在夜市那種很熱的地方 就常常看到 女生都會穿這個 那我覺得台灣人 都蠻喜歡那種 運動風 運動風的日文叫 Spoody 就是 Spoody Nakanji 這樣子 那雖然這種褲子 在台灣非常常見 但是呢 這個如果在日本 真的真的 會不會當睡褲 會不會以為是睡衣 Pajama 所以這個的話呢 真的 除非運動 好像真的 日本街上應該就不會看到 有人是穿這個 這樣子 那因為台灣天氣很熱 就像我剛剛說的 自由度很高 就大家都很自在 台灣也是一種 我現在打扮嗎 所以就是可能 台日的那個文化 真的有點不一樣 就是可能 褲子比較短 然後又比較休閒的關係 還有一點就是 這個有一點露肚臍 那 我有一個日本朋友 就跟我講到說 因為他在台灣住久了 所以他也就 所以他就把 他在台灣穿的衣服 帶去日本穿 那他的那個衣服是 這邊完全是包緊的 就是 也沒有說鈴口很低 就是 很一般的 上衣就是一般的短袖而已 可是 這邊好像是斜的吧 就是稍微有一點露到肚臍 這樣子 然後他這樣子走進去 麥當勞 他就說有一個 杯杯 就一直這樣子 上下 好像就是那種眼神在 打量他 所以他就說 這個真的很危險 要小心 大家小心喔 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背的 那 這個就是在台灣很流行的 後面有這一種 造型的 小可愛 就是 常常在 路上也會看到有人的背 就是 呃 他可能是貼 new bra 然後 後面就是 呃 就是 都是空的 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裝扮呢 可能日本人也會覺得 喜歡也會覺得好看 但是 可能就比較不敢 在街上這樣子穿 所以 就是 可能就會去度假的時候 比較敢穿 這樣子 好 這個是肉肩的衣服 肉肩的日文叫做 ofusho ru da 那他簡稱叫做 ofusho ru 那ofusho ru 那ofusho ru在日本也很流行 所以 這一身打扮的話 我覺得在日本是很ok的 就是這邊這樣子一點也是 還蠻常見的 然後鞋子 鞋子 鞋子是長這樣子 那題外話 我很喜歡這個耳環 來介紹一下配件 這個是最近很喜歡的耳環 最近のお気に入り 像這個 就是最近喜歡的日文 然後 這個neckless 這個項鍊呢 也是跟我日本朋友一起買的 一模一樣的 那這種 一對的東西 情侶 什麼情侶衣啊 的那種 一對的東西 日文叫做 おそろい おそろい 那或者是也可以講 おそろ 那這個是我跟朋友 おそろ おそろで買いました 一起買的 在台灣買的 看得到嗎 嗯? 看到嗎? 看得到嗎? 好 好 下一個 我覺得這一套的話 我在日本我也敢穿耶 該怎麼說呢 就是雖然這邊有點那個 然後這邊也有一點點開 但是可能整體性的關係嗎 統一的感覺 怎麼說 就是因為是連身的吧 所以就覺得好像 欸 這個我在日本敢穿 那它的這個重點 比較是在這個後面 那那個它的這個背的程度 確實在日本也是算比較 就是開比較大的 但是也還可以套個外套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的話 我在日本的街上 是還敢穿的 對 好下一個 再來就是今天的最後一套了 好 那這一套的話呢 我覺得是今天介紹的裡面 最無難的 那無難的日文就是 中文的打安全牌 很安全的意思 對 我覺得這個就是 不管是 約會的場合 還是跟朋友的聚會 那在日本 這樣子 應該就是 非常的正常 那因為這個 就是蠻女性化的 也不會太個性太帥氣 所以 就感覺比較平易近人 那我覺得 日本社會上有非常多的 就是既定印象 既定的觀念 就是既定印象 像日本有一個觀念 會覺得說 女生好像年過24歲 就不能夠再穿 短裙 就是膝蓋以上的 會有這種感覺 真的 那我覺得台灣是 很有多元文化的地方 所以也比較 自由自在 也不會有這種 穿著上的既定印象 那其實 日本的年輕人 有正正想要 改變這樣子的 社會風氣 像是有些女生 開始會在街上穿那個 ミセブラ出門 那ミセブラ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給你看的日文 加上 ブラ 就是 胸罩內衣的意思 女生的內衣 那ミセブラ 就是說 可以讓人家看的內衣的意思 是不是比較 很健康運動 的感覺嗎 那我也看過 日本的節目就是 有去採訪這樣子的人 他們穿這樣子的衣著 到底有什麼想法 為什麼要這樣穿 那那個女生她就是說 她覺得要改變這樣子的 社會風氣 露一點露一點都不行 那我乾脆就是 全部露給你看 很坦蕩的這樣子 那如果 大家都看習慣的話 那這個社會 也不會這麼拘謹 但是日本的社會風氣 要改變是沒有那麼快 也沒有那麼容易的事情 所以你平常的穿著 有符合我今天 介紹到的幾點的話呢 你在日本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文化衝擊 那歡迎大家跟我分享 你在日本 遇到的 一些服裝上的文化衝擊 或者是 有什麼 希望我拍的影片 也歡迎跟我說 那 如果有人對我的 穿搭有興趣的話 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都會標記 寫是在哪裡買的 好喔 那我們還有其他的 類別影片 歡迎來看看喔 那記得幫我 按讚留言分享喔 也記得要訂閱頻道 要記得按鈴鐺 因為按鈴鐺 才會有影片通知喔 那我們下集影片再見 掰掰 請小心 按鈴鐺 按鈴鐺 按鈴鐺